史智赛上 王维 单车御问边 蜀国过居炎 征鹏出汉赛 归宴入湖天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后继 都护在燕燃 开元二十五年 河西捷渡副大使崔西义战胜吐蕃 唐玄宗命王维 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赛宣位 查访军情 这实际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 这首诗作于复编图中 单车御问边 轻车前往 向哪里去呢 蜀国过居炎 居炎在今甘肃张叶县西北 远在西北边塞 在这里并非石址 只是用来泛指边疆之地 征鹏出汉赛 归宴入湖天 诗人以鹏宴自笔 说自己像随风而去的鹏草一样出临汉赛 像镇翅北飞的归宴一样进入湖天 古诗中 多用飞鹏 比喻漂流在外的游子 这里 却是比喻一个富有朝廷使命的大臣 正是暗写诗人内心的激愤和抑郁 与手聚的单车相呼应 万里行程只用了十个字轻轻带过 然后 抓住沙漠中的典型景物进行刻画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最后两句写到达边塞 萧官逢后继 都护在燕燃 到了边塞 却没有遇到将官 侦察兵告诉使臣 守将正在燕燃前线 诗人把笔墨重点用在了他最善盛场的方面 写景 作者出使 恰在春天 图中见树行归宴北祥 诗人挤井涉玉 永归宴自笔 挤叙事又写井 一笔两道 贴切自然 尤其是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一连 写进入边塞后 所看到的赛外奇特壮丽的风光 画面开阔 意境雄浑 近代王国伟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 边疆沙漠浩瀚无边 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 边塞荒凉 没有什么奇观意景 烽火台燃起的那一股浓烟就显得格外醒目 因此称作孤烟 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 紧接一个直字 却又表现了它的净拔坚毅之美 沙漠上没有山栏林木 那横贯其间的黄河 就非用一个长字 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 落日 本来容易给人以感伤的印象 这里用一圆字 却给人以亲切温暖而又苍茫的感觉 一个圆字 一个直字 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沙漠的景象 而且表现了作者的深切的感受 诗人把自己的估计情绪 巧妙地融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的描绘中 《红楼梦》第48回里 湘灵谈诗说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想来 烟如何直 日自然是圆的 这直字似无理 圆字似太俗 和尚书一想 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 竟再找不出两个字了 这就是诗的好处 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 想去却是逼真的 有似乎无理的 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可谓道出了这两句诗 高超的艺术境界 本文作者张燕锦 朗读白云出秀